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肌律师也是郑平医师王立慧 那么晚上的时候是心肌律师 白天的时候是郑平医师 那今天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是我们成立的肌扫症训练中心 叫做COMEBACK 肌幻学院 换回你的肌肉 那大家可能会认为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健身房啊 或者是说老人专用健身房 那么都不是的 他并不是针对中老年人 他针对的是肌扫症的这群人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 在1989年 Erwin Rosenberg 他首次提出肌扫症这个词 他确实指的是 是随着年龄的这个Mustle Mass 的Decline 就是呢肌肉质量的流失 可是现在我们讲的肌扫症 不是只有跟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的流失而已 如果你的年龄不大 你可能才20岁 但是你的肌肉的质量偏低 你也一样是肌扫症 一样要来我们康贝肌幻学院 这是我们帮你专门做训练的地方 那再来如果是呢 你的肌肉质量是够的 但是你的肌肉的功能很差 骨骼肌功能不足 这也是肌扫症 所以呢他也未必见得呢 需要有一定的年龄才会发生 如果你现在才20岁30岁 但是你的骨骼肌功能很差 你光是呢转个罐头你都打不开啊 转个那个宝特瓶都打不开啊 提个东西也提不动啊 做一点手指用力的工作也做不了 这些呢 你不用到50岁以上 你现在就已经是肌扫症的族群了 那么我们在先前的这个肌扫症的影片里面 跟各位介绍过就是蛋白质要吃得够 运动要做得够 维他命D要补得够 除了这三样以外是不是就保证你一定能够 不会肌扫症 事实上就是未必 因为呢我们除了这些个因素之外呢 你还有很多的内科因素你必须去解决 不然你的病根没有解决的话 你再怎么样努力的去健身 都未必见得能够帮助你养出你的肌肉 我想这个呢在我们现在健身房已经 蛮流行的未为风潮的这个阶段啊 我相信各位也可以感觉到 有的人随便练练肌肉就出来了 有的人怎么辛苦练肌肉都长不出来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心里的痛 到底为什么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解释 我们所谓的肌肉流失啊 他是40岁以后啊 每10年流失10% 1010各位请记起来 然后到80岁的时候呢 我们的骨骼肌啊会只剩下一半 那在我们台湾的国人的平均年龄啊 都已经可以到80岁 女性甚至是到84 所以呢各位都有非常大的可能呢 可以活到80以上 那如果到时候你的骨骼肌的质量 只剩下一半的时候呢 你真的是走也走不远 提也提不起来 举也举不起来 然后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可能按个遥控器啊 或是转个罐头 日常的这些小事你都做不了 生活品质不好 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维护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好好的运动啊 就够了呢 跟各位说这个报导啊 已经出来了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呢 在成年的运动员身上 我们仍然看到他们经历了典型的 第二型肌纤维白肌 又叫做快缩肌的 肌纤维尺寸的减少 这听起来好复杂 到底在讲什么 意思就是说呢 肌少症啊 随着这个年龄啊 肌肉的萎缩 或者是肌肉的流失 比较相关的是肌纤维的第二型 我们叫白肌 也就是快缩肌 就是跟爆发力有关的这一群肌肉 那么这一些成年的运动员 这里有写哦 Sprint Trend 就是一种高强度的 间歇性的运动训练 比如说快跑冲刺 然后慢跑 然后短跑冲刺 然后慢跑 这样的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 这样子的运动员 他们仍然呢 一样会经历这个白肌 快缩肌的肌纤维的萎缩 所以并不是你真的有在上健身房 你就不会萎缩哦 可能萎缩的少一点吧 但是还是有根本的因素在你的体内 使你呢 没有办法光是纯粹用健身或是运动 就阻止它的恶化 到底是哪些原因哦 今天就来跟各位讲一下 造成肌少症的致病肌转 最重要的呢 是立腺体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次 立腺体是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的 小小小小的发电厂 或者是小马达这样 那它因为它非常的劳累 它不断的帮你发电 所以它本身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它本身呢 被这么多的自由基包围的时候呢 它的氧化压力很大 因此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 立腺体自己的遗传物质 我们叫做Mitochondria DNA MtDNA 很容易造成这个MtDNA的变性 就是有一点点癌化的意思哦 当然没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名词说 立腺体长癌啦 但是你可以去稍微的这样的去理解一下 比较容易懂 就是这个立腺体癌化了 那么立腺体癌化之后呢 它就会呢 忘记要自杀 因为呢 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这个不正常的变性的时候呢 会自动启动一个机制叫做自视功能 那这个自视功能就是这个细胞自己一个自杀活动 已经不正常的时候 它就应该要自杀 才不会影响到别人 但是癌化之后就是忘记自杀 一般的癌细胞也是如此哦 它真的忘记它的寿命有限 它变成一个不知道要死亡 然后一直长一直长 然后一直活一直活的一个细胞 就是不正常 那么立腺体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它在它已经有点癌化的时候呢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哑基 我们叫做电子传递链里面的小单位啊 那这个不正常的电子传递链的单位 卡进去电子传递链的时候 它产生出来的能量就会很少 本来立腺体里面的电子传递链 是帮助我们产生能量 我们叫做ATP啊 那这个时候它产生出来的ATP很少 但是产生出来的自由基很多 所以你看这个功能这么不好 照讲这个小发电厂就应该赶快把它关闭了 它一直放出那么多的那个二氧化碳 然后又没发多少电 但是这个立腺体自己本身就忘记要自杀嘛 所以呢它就一直活在那里就更糟糕这样 它因为它这个情形呢 有点小小的癌化这个样子呢 它也造成了它本身的整个修复功能都失去 本来立腺体跟立腺体之间会借由融合来修复 就是我不太好 但是你很好 我们两个融合 你就修复了我 两个人互相一致 或者是呢立腺体有一种裂解的功能就是呢 你很好 但是我不大好 我赶快呢就脱离你 我离你远一点 把这个不好的部分呢把它脱离出来 维持这个好的立腺体可以正常的活动 它不但自己忘记自杀 而且它叫别人去死 所以呢这个立腺体会叫骨骼肌细胞呢 去死促进别人的雕王 造成这个骨骼肌的碎裂分解萎缩 所以你看现在科学家们认为最大的问题啊 在于你的立腺体的老化 所以一旦你的立腺体开始老化的时候呢 即便你蛋白质吃的很够 你运动运动的很够 然后你的维他命低补的很够 它一样整个把你的这个骨骼肌弄的乱七八糟 除此之外呢还有发炎这件事情 我们跟各位讲过啊 尿酸高也是发炎 血糖高也是发炎 血脂肪高也是发炎 胆固醇高也是发炎 这些都会造成你体内的发炎因子增加 那我们说发炎乃是万病之母 造成你的血管硬化 造成你的基因老化这些 然后呢我们现在发现到的就是这个发炎因子啊 其中有一款叫做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就是TNF Alpha 肿瘤坏死因子 Alpha这一款呢 它会促进你肌肉分解 然后呢Interleukin 6 就是白细胞结束第六型这一款呢 它可能它造成你的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被抑制 那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话 会促进你肌肉的合成 所以也就是发炎因子出来的时候呢 促进肌肉分解又造成肌肉合成呢下降 肌肉生不出来 肌肉又一直分解 当然肌肉就萎缩了嘛 所以发炎也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一个 预防肌扫症 或是改善肌扫症的一个内科的现象 第三个还有一个叫做肌肉生长抑制素 我们发现在老年衰弱女性 这三个具备的这个族群里面呢 肌肉生长抑制素啊 莫名其妙的升高很多 那肌肉生长抑制素Maiostatin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在抑制肌肉生长 啊你说我们人体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养肌肉这么不容易了竟然还存在一个天然的东西 叫做肌肉生长抑制素 那跟各位讲这个是必要的哦 不然你从胚胎长成一个人的时候啊 你每个都变成绿巨人浩克 肌肉肥大 所以呢它这个是天然的一个调控因素 它让你长得刚刚好有一个限制 不要让你变成大只老这样子 但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病态的状况之下呢 你的这个肌肉生长抑制素会莫名其妙的升高 它就呢负向调控 负向调控的意思就是造成你这个肌肉的生长变差 造成你肌肉的增值变差 造成你肌肉的分化变差 所以它影响了所谓的成肌细胞的功能 成肌细胞就是帮助你长肌肉的这个细胞 它影响成肌细胞的功能 好下一集我们继续跟各位解释 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呢 他应该要怎么样的去预防他的肌少症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糖尿病的患者通常 他这个躯干型的肥胖啊 就是一个好大一个肚子 可是他这个四肢是细瘦的 那你要让他减肥的话 恐怕你减不到这个肚子 反而你减到这个四肢越发的细瘦 那你要给他补营养的话呢 你可能呢补到的不是他的肌肉 而是补到这个肚子越发的肥胖这样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 很多人的肌肉养不出来 不是那么简单 你吃蛋白质啊补维他命D啊 然后你好好的去健身房啊 你就可以养肌肉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心里的痛 好我们会继续跟各位介绍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各位的观赏 耶稣 下来 щоб我拍